哈喽大家我是大胡子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 因为前天的话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看到一个 橙色挺好的一个21年的黑冰糖 应该是大家都挺关注的全金款式的比较热门的 我刚好的话有客户说看到了 觉得橙色不错 然后价格也OK 今天的话就直接过来 同汉的店里过去帮他拿下来 待会的话三点钟要直接过去到劳福那边 面交的就截表代码同意的 然后他说可能要开个盖 其实对于说开盖这个事情 好多人都会有自己的争议 待会的话拿到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平常的话 因为我对接的话都是表友 所以就很少会做 同行与同行之间的贸易 所以通常我都会 看一些专门做大表同行或者 专门接大表同行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好价的表 又或者城市好一点的 然后我就转一下 所以刚好的话这表友看好了 就现在立刻过来帮他拿好 然后就待会安排 行现在就先进去他店里看一下 21年12月二手全套 两个吊牌 编码 拆出来表界 这个是购买清单 说明说 这个是全长全套的 全表贴膜使用 玻璃镜面 一粒镜头贴膜 侧边 这些磨纸的话使用时间长一点 会泛黄 湿磨的话就很辛苦 也可以湿磨 后盖也是贴膜的 好了刚从老夫这边出来 客户的话已经回去了 哇塞这个 贴膜的表 丑老夫真的太累了 刚把表收进去然后 又拿出来说 不好意思先生 这个表一定要全部磨 都撕掉了 才能收进去帮你 解表袋 又又没办法 顶着压力 又要当着他们的面 就是有点傻的去把所有的 表结的贴膜全部撕开 那肯定不能说不卖这个表对吧 是我不卖吗傻吗 然后就只能 当着大家的面 慢慢的把膜撕撕撕了十来分钟吧 真的现在手都抖了 就没办法 然后撕完的话 表框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检查过 所以撕了膜的话 那也是OK的 好了来跟大家谈一下 今天这个黑冰糖的行情吧 就这一个是21年卡的黑冰糖 全套全潮 参考这只表是35万多 如果你是说现在要搞一个全新的话 那是要38左右的行情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就之前 一堆人说 擦水了 天塌了什么之类的 就你不懂行情的话 就不要乱去搞这些东西 其实没意思的 因为你确实真真实实 去问到那个行情是怎样 那才是真 真的是那个价格 像黑冰糖的话 他上两周我看的才37多 现在要38左右了 如果说全境余温乐 余温乐那些 余温乐现在也要去到38了 我是不太懂 其他的话 全境的话现在都是稍微 有一点点 标高的苗头 后续的话要再看他怎么走向了 实话说最近 应该是 有点购买热潮吧 最近 我看好多销售 或者什么直播啊 什么之类的 作表这些 都会在推一些大表 应该是这样子吧 可能是购买力强了最近 然后一直在搞那些大表 在周转之类的 反而小表的话是 太难搞 好了已经回到 工作室这边了 然后再给大家来个 新表15D的报价 先戴好这个手套 因为是新表 容易起毛痕 就好多表说 有时候运输啊 或者 手摸过程中啊 会产生一些小毛痕的话 确实 买表的难受 卖表的也难受 尤其是走15天这些的话 放大镜 那个是真的 最怕的 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 表友自己卖的一个 渐进GMT 新款的 现在全新按当天卡的行情或者 本月 当月卡的行情来说 现在这一款 全新的话是 14万钟 或者多一点 二手的话暂时我 还是没有看到 有这个渐进GMT的二手 然后再跟大家 说一下 这一支 这一支是 也是 前两天卡的一个 新款五珠带雪碧圈 明天的话 也是不止 到底要跟一个 广州的表友去走牢符的 然后这一个是贴了二维法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就有些人 有些表友他会很喜欢 就出柜 就带那个二维码膜 但是就不是说 每一支表都能带二维码膜的 刚好你跟这个 呃 柜姐 就比较熟悉一点 那他就帮你留一下了 有时候可能会有人盯着 那就比较难带一点 然后刚好 昨天的话收到一个表友 就 之前的话是4月份的时候卖给他的 这是一个4月卡的一个二手 雪碧圈 4月份卖给他的时候是 15大 然后现在 已经是降到了14多了 14大这样子 现在这个行情全新 14万89的话都能拿得到的 这个全新 现在二手的话 那当然了跟这个 全新差别不大 毕竟他是新款 出来的二手也比较少 有先追求性价比的话 他可能 就在想 毕竟你上了一下手就是二手了 那我为什么不买一个静心的 而且他这一个表控膜还在呢 但是因为这个也是有表友已经预定了 昨晚一发出来 然后就说 想过来看看 待会就过来工作室这边看看表 就有好多时候就有些表 说哎胡子哥怎么你刚刚发出来的表 当晚问 第二天就没有了 怎么这么快的 因为像这些 热门款的表 而且尤其是刚出来比较少 二手的话就比较抢手一点 因为好多人都在等他降价 然后刚好有一个性价比高的 如果你就算你想一下 就算到时候二手真的掉到了 差不多这个价 那你起码心理平衡一点 自己也会在想 哎我刚好 用这个二手价买了一个新表 好像也差不多 这样子 有一个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只吧 这只是 前天了 去深圳搜的一个欧米加超霸 英文是怎么说 圈什么cope 就 就很好 解释但是呢 翻译成 中文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款 即时表 怎么说呢 它是有 三个轨道圈 然后有三种 即时功能 现在的话 直接给大家放大 了解一下 这款表 远快的话 就像一个熊猫 熊猫盘这样的盘面 但是他 黑红的指针 还有 外圈的话 它有一点点像那个勒芒的 勒芒即时的那一个 现在 先 拿那个 附件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前天在深圳一个表友的手上 收到一个欧米加超霸 来先看一下 这个保卡 22年9月11号 然后 这个是编号 还有那个型号 它这个机芯的话 是9908的手动机芯 这个是 他的 说明书 然后 这些是吊牌 什么之类的 就用给大家看了 都是常规的 演员了 然后再来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 欧米加超霸 待会给大家解说一下 它的一些功能 好了 近距离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只欧米加超霸的 即时码表吧 说实话 我们也可以用 熊猫盘面来形容 这一个款式吧 它是跟欧米加的 超霸系列有不同之处 就是它机芯不同 但同样都是同轴的 手动机芯 然后它的盘面 还有厚度的话 跟其他超霸的话 是一样的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 首先 内圈 20跟30 这两个圈就表示 你汽车在行动过程中 20公里或者30公里 它都会有一个 即时的一个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 指针 它会红色白色相间 这样你更能方便的看得出 你这个 就是 汽车在行动过程中的公里数 然后对应的 这一个轨道面 然后自己所计算出来的功能 还有那个数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外圈 外圈的话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经历过一圈 60公里之后 然后你还能 记多一圈 然后后面第2圈开始的话 就算的是 4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 另外左边这个圈的话 就比较有意思了 左边这个圈的话 你就可以 一边打开这个计时 然后一边摁住自己的脉搏 然后你从而 就可以算得出 自己每分钟 然后脉搏跳动的次数 另外一个右边这个圈呢 就是你可以 计算 闪电的速度 就是说如果雷雨天的时候 你在外面看到闪电的时候 按下这一个开关 然后 当你看到 这个闪电消失之后 听到的那个声音 再按一下 这个时候 计算的就是 闪电 到你的距离 就是按千米计算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一个 即时轮盘 下面再来给大家 欣赏一下 这个 9908的同轴机星 这边好给大家 欣赏一下 也无所谓的 可能这个表 稍微 会有一些 旱季吧 好了 手表已经给大家 介绍完了 也具体给大家 欣赏了一下 这个欧米加超霸的盘面 现在它的工价的话 之前看它的时候 在6万9 就去年的时候 现在已经升到了 7万2千2 但是呢 在9月1号 欧米加又要重新升价了 所以说我这几天看了一下 那些欧米加海马 尤其是海马300那些黑缸 黑胶带白胶带之类的 所有通通没货 我盲猜的话估计应该就是 这个表直接收起来了 提了工价 然后再卖 由 大家耳熟能详的热门款吧 就欧米加海马黑杠 年初的时候 它应该是卖到 3万的时候 已经是觉得无法接受了 然后再到现在已经 3万3左右 就全新的行情 就黑胶带白胶带那些 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都是上调了 2到3千的行情了 然后再到9月1号 不知道这个价 又要涨到什么时候 但是呢 有一个 绿刚海马 就新款出的那一个 刚出来的时候的话 要去到4万23的行情 然后后面的话 反而 反其道而行 这一个表示 刚好黑缸啊之类那些 旧款的热门款 它标上去 然后刚好 这一个款 又掉了一点点 现在的话 我盲猜 应该如果是9月1号 它的工价升 涨了之后 估计这个 绿刚海马的话 也会顺着 再标回4万以上的行情 前几天的话 有一个表友 他刚好是 上一个月找 胡子哥买了一个 绿刚海马吧 那个时候 是不到4万 3大万 卖给这个表友的 他说最近想出手了 因为 黑缸 绿刚海马的话 确实是比较重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你说像我16的手腕 我带着一个超爸 其实我也觉得 挺重的 然后呢 我说你先别出吧 说不定到时候 等那个9月1号 提了工价之后 再卖可能会 只只选一点 毕竟他买的是全新 然后现在出的是二手没收 所以是稍微会低一点的 然后顺便的话 给大家 说一下 就好多表说 为什么只有这几款 GMP 这样的 其他的都没什么波动 那我怎么买 尤其是好多人都想去买 那个可乐圈 五珠袋可乐 板袋可乐 板袋可乐已经是 好久没有 没有什么同行 去发那个全新表了 估计是出货量低吧 就没办法 因为现在全 整个市场 都是在推这个新款的 GMP 雪碧圈 还有这个渐进GMP 如果是那个全新的GMP 那就更加了 好像跌的停产的 看样子估计是 9月份可能还会出一波狠祸 就是出货量会更大一点 现在参考那个全新的GMP的话 是在 32大的行情 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行情 但是不能说 这是最终的行情吧 毕竟他每天的出货量 可能会再增加 然后 出货量增加的话 那他这个表 按行情来说是会掉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这期视频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表有什么名表行情秩序呢 或者购买建议啊 都可以随时联系大胡子 聊聊天 唠唠嗑 这期视频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